北韓領袖金正恩在他的國家,去到哪裡都受歡迎,但這個只是表象呢? 南韓傳媒《朝鮮日報》報導,北韓平安北道上個月有軍工廠起火。 而在這個月初,一列運送軍服的列車在兩江道起火,列車和軍服燒毀。 兩宗火警都是中國和北韓邊境附近發生。 報導引述消息人士指,可能是有人對金正恩體制的抗議,甚至是恐怖襲擊。 另一邊上,北韓的官方網站刊登評論,如何批評18個南韓記者, 自他們列造充滿虛偽和詭計的宣傳品。 評論有指,南韓的保守傳媒《張北韓》列稱為是封閉國家, 極盡無憾之能事,甚至是挑釁領袖金正恩。 郭文貴,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